第十一周我的学习进度是Chapter 16 iPhone Camera and Photo Library 然后这个单元呢我学会使用Image Picker 去从三种图片的来源去挑选图片 并且可以缩放然后裁切图片 然后呢这三种图片的来源呢分别是 第一种是Camera 第二种是Shift Photo Album 第三种是Photo Library 第一种Camera呢就是使用者他可以选取图片 从iPhone内建的拍摄的功能去拍照 然后那个图片的来源就是来自于iPhone内建的相机 那第二种是Shift Photo Album Shift Photo Album的意思就是说 使用者他可以选择就是最近应期那个iPhone相机所拍摄的就是最近的图片 然后从Photo Library里面去选择 但是是有限他不可以选择所有就是早期的图片 那第三种的是Photo Library就是使用者他可以挑选图片 从就是不管是你拍摄早期或是中期或是晚期 他都会从Photo Library里面去挑选 然后呢在这个Tutorial里面呢 因为作者他跟我们讲说假如说不见得每个装置都会有Photo Library 所以我们会一开始就先写就是警告讯息 假如说这个程式侦测这个装置是没有Photo Library的话 那当时又怎样使用比如说Photo Library或是要存取图片到Photo Library的话 会跳出一个警告视窗 这个警告讯息的同时也是防止就是程式他的Crash 然后呢 然后这个程式呢 他本身也会侦测你的装置本身有没有内建相机 假如说今天你有内建相机的话 那他的就会出现三个按钮 然后现在我们来进入Tutorial去看 到底是哪三个按钮了 因为我的是iPad Touch 所以他只有出现一个按钮 那个按钮是Pick From Library 然后他的三个按钮本身是 第一个就是Tag Pictures Tag Pictures就是使用相机功能 好,就会出现在第一个按钮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Pick From Camera Raw 就是使用者他可以挑选最近一起相机所拍摄的图片 那第三个就是像我们所看到就是Pick From Library 好,那我们现在点选第三个按钮 好,然后这个Photo Library呢 这个我们选这个Photo Library 有九张图片 然后因为今年是兔子联 所以我就以所有的兔子图片为反例 然后现在我们选择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Super Rabbit 也就是说在兔子他披着超人的披风 超级兔子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移动 在这个框框里面 我们可以做Room In 或Room Out 那假如说我们做Room In的话呢 那OK 那我们选择Choose这个Button 然后于是这个图片就被裁切 也被就是就是放大 好,就会出现在这个画面上面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其他的图片 我们来看另外一只也是超级兔子 澳洲巨肥的兔子 这个超肥的 好,那假如说今天这是我要的图片范围 学习进度